年節應景的湖南臘肉 張念瑜敢用冷濕法來製作 讓臘肉吃起來不死鮮 還有果香味 牙菜廠第三代紅正新 轉型有機栽種 將散裝改成小包裝 進軍連鎖超市 幫豆芽菜成功鍍金 看好風潮指家具的張智傑 投入生產 成功征服歐美市場 還把產品延伸到寵物用品 讓傳統職產業創新升級 請鎖定本週日的 台灣真善美 卡朝 卡